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主持人孟菲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菲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欢迎黄岚老师 陈敏老师 本栏目由恒顺香醋六年成独家冠名播出 吃好醋 选恒顺 传承180年国家级飞仪酿造记忆 恒顺香醋 纯酿造 《非诚勿扰》由港容震蛋糕特约播出 港容震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震蛋糕好吃不上火 《非诚勿扰》由狼牌特区战略合作播出 与狼共舞龙马奔腾狼牌特区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容震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震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震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赞助播出 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 本场女嘉宾将获得特种兵生榨椰汁 提供的挚爱好礼一份 《非诚勿扰》由官方山楂树下 指定赞助播出 山楂树下鲜果榨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本节目由明月镜片合作播出 明月镜片全国销量领先 品质放心 下载励志新闻 换个角度看乡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想要征婚乡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百合网 至往《非诚勿扰》公众号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致推女生 由百合情感提供测评支持 来百合情感解决你的交友困惑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 《至爱好礼一份》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凉灯 我们今天开场聊一个 做家务的话题 想问一下24位女生 你们家里边 做家务这件事情 是爸爸做得多一点 还是妈妈做得多一点 来 妈妈做得多的 举手我看 哎呦 三分之二 为什么我不会聊这个话题呢 前不久有一个 新闻里边看到的 说两口子离婚 就是这个太太 全职太太在离婚的时候 她就提出 要公司 要补偿 然后就成了一个话题 首先该不该 有这种家务补偿 第二 如果要补偿 怎么算 来 我先问一下 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 13号 我觉得特别合理 因为结婚以后 婚姻和这个事业 是齐头并进的应该 男方的这个全部收入 应该有女方的一半 所以我觉得赔偿很正常 这是一种观点 贾明玉 我是觉得全职太太 她也算一个工作 因为在结婚之后 男方可能会说 亲爱的 不然你就留在家里面 负责把后方给我们安顿好 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工作 我觉得如果算是工作的话 那就应该给支付相应的报酬 我是这样觉得的 好 有没有不同看法的 孙雪 我曾经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 就是所有的 你离婚的时候 有提出过 家务补偿这个事吗 并没有 我也没有提出过 我觉得我离婚可能就是 也不能全都怪人家 也有我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要求到 我的丈夫 在家庭中负责到某一个点 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自己的看法是 作为当今社会的年轻的女性 做全职太太或者不做 都应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而不应该成为被迫选择 就是说我的能力 是可以在社会上求职的 只是我结婚以后 做了我主动愿意 承担的全职太太 而不是说我没法养活自己 我没办法 我必须嫁个男人 那别人养我了 我就当全职太太 这个我认为不是今天女性 应该选择的 好吧 来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醋醇香 爱恒远 吃好醋 选恒顺 3位老师好 然后台上的24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房存宝 来自山东 本嘉宾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姓房 叫房存宝 对 这名字看上去就是个过日子的 房子 存下来 就是宝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 可以替我去看 北京2022的冬奥会 为什么要帮你去看事 是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首先特别热爱这个冬奥项目 其次呢 我是在这个北京2022年的 冬奥会组委会在实习 在举办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工作岗位上的 我们是不能去现场看的 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保障这次国际赛事的 顺利运行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以替我去看 7号 大家好 你好 我叫林晨婷 今年25岁 来自山东危海 然后我呢 也是非常有一个愿望 是希望去看冬奥会 因为我非常喜欢滑雪 但是我只会双版 不会单版 我也是滑双版的 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去滑雪 对 可以 吴贝贝 来 冰 你好 你好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冬奥会是2月4号是吧 刚好我放寒假了 对 可以 都是陪你去 当然 当然 当然如果这个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冬奥会 我们免票吗 那个是不可以的 4号 大家好 我是4号女生夏文倩 我今年24岁来自青岛 就是因为我对于运动项目 不是特别地了解 我想知道这个滑雪呀 这里的项目是带有危险性 然后是属于那种极限运动吗 如果说是雪上项目 比如说是高山滑雪 这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这个样子的 那您对于这些有危险性的项目 比较感兴趣吗 我可能就是只可远观 就可能滑雪 我只滑那种中级或者低级的赛道 那种高级的赛道 我可能还不太行 好 好 谢谢 我稍微给你普及一下 职业项目的滑雪 危险性不是有一定 是相当危险 有一个著名的赛车运动员 舒马赫一摔 醒过来没有 现在 醒过来了 醒过来 那个东西真的还挺危险的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约会迟到一小时以上 就是一个小时还可以忍 是吧 对 一小时还可以忍 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理解 因为女生出门约会 可能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纠结 但是如果就是可以稍微 就是提前一点点 或者说准时一点点 会很开心 1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经常会迟到的人 然后我之前的男朋友 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们6点见面 他可能7点才会到 可以 可以 我学习了 我学习了 就是你让你男朋友自动放宽一小时 对 他自己放慢一小时 那你会不会8点才去 然后下次他9点才来 高进 我之前就是有等过一个男生 两个小时 他出门出去玩的时候 比我还要精致 还要贴面膜 画眼线 到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崩溃了 你跟这个在一起多长时间 一个月 我完全忍受不了他 我觉得吧 这个事情不是个什么大事 也跟什么道德品质 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 最多算个人素质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事 第一 迟到的这个时间 幅度不宜过大 对吧 对啊 还有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呢 约6点钟 你要真的是6点钟 不能到的时候呢 跟人说一声 表示个小小的歉意 也让人说服点 最糟糕是什么呢 觉得是该的 我就是女人 我就该迟到 你就该等 你等多久都是该的 这个就不好了 我想问一下 你的前女友迟到 多长时间一般 一到两个小时吧 然后当时在上学 在她宿舍楼下等 然后可能就很多男同学 接走女朋友 一波一波一波 然后我就在这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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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寝室楼下等可不一样了 那么多男朋友等 一个一个接走 进出都要问一句的 你在等那谁 还没下来呢 她等到最后 那女生就赢了 对 对 对 是这个样子的 对 陈老师说得非常对 她有一点这种心情 你也得看碰到谁 要碰到像我这种人 我很有可能在等的过程当中 如果看到其他一个妹子的话 我说吃饭了吗 没吃咱俩去吃吧 赶个二厂啊 吃完了回来还没下来 你还来不来 我还可以吃个二厂 来看第一条片子 好奇心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 对未知渴望和探索 鞭策着人们不断地学习 浪费时间 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 上了大学以后 我就一直很忙碌 既有大的方向 也有小的目标 对世界充满好奇 对生活充满热情 这就是我 我是防存宝 我认为机会稍动即逝 比起我在想想 我永远都会说 我可以 谁能去拍个片子 我可以 来做多好快实习生吧 我可以 来为学校创造未来吧 我可以 每年高考放榜前 紧张的不只是考生和父母 我们招生组也同样地期待 你好 这里是北大招生班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校园歌手比赛了解一下 硬核专业 名师泰斗 食堂汇聚五湖四海的特色小吃 对待每一位考生 如同志友一般 真心对每一位考生负责 我是一个以时间换天赋的人 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 验证了多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用红色的笔画出不贵的知识点 用蓝色的笔画出已经掌握的知识点 带着问题去停课 事半功倍 如果你的学习不够专注 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25分钟的番茄冲 然后休息5分钟 这样可以保证学习效率 背单词时 使用爱宾浩斯一般曲线 来进行单词的记忆 做完一天的学习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因为我们的记忆 是在睡眠中生长的 只要掌握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 应该都会有不错的结果 多读书 多思考 这样才可以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 24号 男嘉宾 就是我看你说 有个25分钟的一个番茄状 一个休息时间 那么如果是我定了这个闹钟的话 我可能就是去躺着玩手机 然后就起不来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的话 你是不是平常做事情 也是没有拖延症 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 对 对 对 我做事情是绝对不拖延的 因为就是那个闹钟那个 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高中冬天比较冷 然后要起来的也会比较早 可能就是5点多起来 就要去早自习了 我会起不来 那闹钟一想怎么办 咔 锤自己胸口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这个叫醒 寝室里四个人员泰山 早上一小 四只大星星 毛玉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学习方法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备考 然后就是我也试用了 那个番茄妆的方法 但是就是我虽然把手机锁机 我在那做题的时候 大脑感觉就在天马行空的响 就是走神 我想知道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 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个人的调整方法 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 不知道 对不对 首先如果今天我的状态 真的是特别的差 我会先去小睡一会儿 小睡个15分钟 然后再回来学习这个知识点 或者说是我先去学一下别的知识 进行一个穿插的学习 先把这块知识先放一放 其次就是让自己静静一分钟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这个样子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她都学成一种大神了 她那个时候睡15分钟 我一听太挥洒自如了 我要是稍要闹争 我睡15分钟醒过来 7个小时 一般都是对的 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第一次就是您问的问题是 不能接受超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但是对于你在短片里 你说的是你用时间来拼天赋 你不觉得在于等女朋友的过程中 也是一种浪费时间吗 对啊 你的天赋都在等待女朋友当中 给消耗掉了 那本来可以比现在更厉害的 你以为她等了一个小时 对 她都可以单词吗 她站在楼下咔咔咔咔一顿被 爱宁浩子睡了15分钟醒过来 再继续爱宁浩子 她等女朋友汇了几万个单词了 对 对 你好好回应人家2号 什么特别好的 对对 那个谢谢2号的嘉宾 我觉得真的特别理解我 我当时会有 其实我不是理解你啊 人家是提出了一个疑问 16号 你好 嘉宾你好 就刚刚VCR看你说 在做招生是吗 对的 对的 我之前的时候也有就是说 有人让我去做这个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放弃了 因为我感觉招生很难 对对对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做招生做得还行吗 她的意思是分享一点 招生当中一些事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是这个样子 我们学校肯定是想把那些 优秀的学子都招进我们的学校 那我们肯定第一点 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力 我们学校的专业实力 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次我们会有 我们各种的文体活动 让学生得志提美全面发展 然后最后一点可能就是 还是需要这个去内卷招人 没有内卷 董珂阳 男嘉宾好厉害 我终于见到了 我爸爸妈妈说的别人家的小孩 没有 他们说学习好的人都很爱学习 你是爱上了学习吗 还是本身就 对对对 我觉得爱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爱学习 因为我觉得在学习中 可以成长自己 可以非常的快乐 听着听着把2号听得火大了 爱学习 还有功夫在人楼下 等一个多小时 看下一条 同学 你好 这次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呢 要是恋爱像考试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们彼此认识 是因为他借我的作业 在他看来 吃饭是一件 可以促进感情的事情 而我也在吃的过程中尝尽了酸甜苦辣 当时我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他为了体谅和照顾我 会多点一些菜 然后说他吃不完 好让我能够多吃一点 我会愿意为了喜欢的人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他比较喜欢吃火锅 而我不怎么能吃辣 如果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我们都会一起去吃火锅 我比较喜欢看足球比赛 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要是我犯了错误让他不高兴的话 他会让我吃十串油茄子 看着我长胖他会很开心 还好我有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有一次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很多条录音 发现里面全是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刻 他告诉我说 不开心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 我心情会好很多 这让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后来因为学业各奔东西 我也努力尝试过各种方式 在线一起看电影 一起听音乐 虽然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 但谁也无法明确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再多的努力也架不住没有盼头的日子 于是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异地恋 如果两个人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说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异地 那我觉得这个异地恋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那祝你早日早到你的爱情 谢谢 刘畅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通过你的VCR呢 我也觉得你跟你的前女友 应该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大矛盾 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想问如果在她可以回来的前提下 你俩还有复合的可能性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两个人就是分开了可能破镜难以重圆 毕竟可能复合也会有一些这种裂痕存在 再说也不会有那么巧的机会在碰面是这个样子 19号 男嘉宾 我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反不反感女生特别黏人 因为我是接受不了异地 就是我要喜欢你 我就得无时无刻跟你在一块 你去哪我都得跟着 可能你去卫生间我都得得开着门 在那儿蹲着跟你聊天那种 我是属于这种 这么黏人吗 特别黏人 然后你不回我就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问你宝干嘛呢 怎么不理我呢 你是每一段感情都这么黏 还是某一段 我每一段感情都这样 我每一段感情都是深爱 至爱 每一段都是 那一般都能持续多久呢 就是对方能坚持多久 我挺能挽留的反正 对方要走我就抱着对方大腿 让他别走 他说他挺能挽留的 对方要走他会拖着 我都画面里边就说他拖着走 因为我觉得女生年男生的话 是对男生一个爱意的表达 如果你不喜欢他也不会去在意他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不会觉得烦吗 我觉得还好 像这个你要跟他在一块 他应该不会让你等一个多小时 他要到楼底下来跟你说宝我来了 你会不会马上下楼了就 会啊 我会这样 我宝你待着吧 你太累了我去找你 我心疼你宝 感受一下女朋友在你寝室楼下等的感觉 好 好 好 来 最后留灯的是19号 有问题吗 女生就是想看你手机 你可以让他看吗 他想删男个女生就可以删掉吗 就如果说是有这种工作上的往来 比如说我的这个活动 就你朋友好看的也要删掉 就一切女生都不能来往 朋友也是 我谈恋爱反正我是这样 我可以删掉一切男的 她的那个什么老板万一是女的呢 工作伙伴可以是吧 但是你也不能聊太多 就是工作之外的女性生活中的这种友情 要比较有界限 嗯 我再提醒一下 想清楚啊 不要糊弄人 不能先答应了 回头反悔 能答应就好告诉他 行 手机给你全删掉 做不到就跟人说 宝 我做不到 对 我觉得是 要有一个这个合理的度 如果就是全删的话 可能做不太到 这个样子 我想问一下 本来人家19号 对你好像兴趣挺大的 因为你回答之后 人家把灯灭了 你觉得遗憾吗 会有 会有一点 就全删掉的话 确实有可能不太能接受 我确实是这样子 一个2号 非常执着地在举手 2号 你好 我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第一个灭灯 我想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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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你是北大的研究生 因为你是一个学霸 学霸很好 学习好很好 但是你可以在生活中 多一点情调 可能对你未来以后的 这种找女朋友的方式 会更好 也希望你以后能幸福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次参加《非诚勿扰》 可能是自己在生活方面 介绍的比较少 所以可能导致了自己 遗憾离场 我觉得我的生活过程中 还是比较放松 比较随和 能和大家打成一片 玩着来的那种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转特上 穿坐六年晨 《非诚勿扰》 精彩的 素醇香 爱恒远 吃好醋 选横顺 来 一个个 同学老师好 二位老师好 全场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白天晨 今年24岁 来自辽宁 辽宁沈阳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能陪我 坐一次长途的绿皮火车 有那个目的地的要求吗 还是只要是绿皮火车 长途就行 因为就是现在坐那个 穿荡线很漂亮的火车 2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特别喜欢坐 这个绿皮火车 因为我就是大四的时候 跟着我们就是川美的同学 一起去写声 然后坐绿皮火车 一路到了东黄 我觉得绿皮火车 相对于高铁来说 会更慢一些 但是它也会有一种 就是放慢了 然后去看世界 去旅游的一个感觉 你是这样才喜欢绿皮火车的吗 对 而且两个人相处 这种慢一点不听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高晶 我就想说那个绿皮火车 我也坐过 太硬了 我的天 那个腰能受得了吗 我比较喜欢体验一次 因为我没有过这种经历 对 想体验一次 在你们这个岁数觉得 坐绿皮火车 它意味着浪漫 情怀 我是从绿皮火车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70年代或80年代 出的那个火车上面 没有空调 挤的全是人 每一个座位 本来是坐两到三个人的 可以坐四到五个人 孟老师 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回忆起很多往事 我想起我们小时候 因为太挤了 我妈妈都从窗外 把我飞进去 对对对 小孩都从窗外 我上不去的 我们上不去的 我爸爸带我去 坐绿皮火车 他有一个乒乓球 上面写上数字 12345 让我那个就转转转 哎 看是几 就是它会让你在 很无聊的生活当中 很小逼折的空间当中 找到一些乐趣 所以我在回想起的 刚孟老师说的这段话里面 我就看到了我妈妈的勇敢 和我爸爸的那种情趣 我看到的是 通过这几十年 我们祖国发生了 多么巨大的变化 我们中国的高铁事业 现在在全世界发展得最快 短短几十年 我们的铁路事业 给人民的生活 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让我看见西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那个西瓜那个子 恶心 心理上的还是会导致生理上的 我之前脾气特别好 我朋友身边朋友很少看见我发脾气 就有一次他们在我面前啃吸过 然后我受恶心 他把那个子往我身上扔 我差点把桌子掀了 你是属于生气想掀桌子 还是导致了一些生理性的不适 也生气生理也不是 王岳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西瓜是 给你造成了一些 什么不好的回忆吗 你看见西瓜以后这么的抗拒 会不会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密集恐惧症 应该不会吧 还不是密集恐惧症 反正我妈妈说 我小的时候以前吃西瓜 有一次一家人 为那个圆桌吃西瓜 吃的满桌都是那黑色的籽 然后我再也不吃了 14号 男嘉宾对西瓜就是这个排斥 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 他是番茄炒蛋不能吃 番茄单独能吃 鸡蛋单独能吃 但是番茄炒蛋核再一下就不吃 这个过敏和桌好像还是两个概念 他能不能一口把鸡蛋塞嘴里 再弄西红柿咬一下 自己在嘴里搅拌 会不会好一点 我看第一条片子 老板儿子本杀 来个最经典的本儿 私藏剧本接住 青龙隐隐来黄道 白鹤翩翩夏子晨 我是你们偶然遇见的白天晨 一位剧本杀电的老板 我出生在午夜十二点 却拥有白天的名字 江湖传言 九五后不爱奋斗 从内而外散发出 随时想躺下的想法 但我拒绝 所以我从一名学高尔夫球专业的篮球教练 奋斗成了一个剧本杀电的老板 说到这里 我希望今天我来遇见白天晨的你 也爱奋斗 说你是这样的女孩 欢迎加入我人生的剧本 我将带你领略 东北人最大的快乐 洗澡 在东北 洗澡可是一套复杂的流程 必备的三件套有 枣筋 玉花 拉背条 配料有 盐 醋 奶 红酒 有人为了加班通宵 在东北 爷们洗澡 必须也得通宵 此时你千万不要怀疑 东北爷们的行动 因为我们觉得呀 在哪儿躺着 也不如在洗澡场躺着舒服 遇见白天晨那个剧本 玩得怎么样啊 老板 男主 谁嫁给他谁幸福呀 这看上去就两块 老师 对 这个送您的礼物 送给我的呀 是因为我说了你才送给我的吗 不是 我一直要送给您的 一直要送给您的 对 这个是给他们俩的人吧 这个送给梁老师的 就我比他们的高级一些 给他们挑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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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搓澡尖啊 对 这给我们的 我还是在乌龟跌倒 哦哦哦哦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谢谢 哦哦哦哦 我们东北喜欢出去洗 你们可以在家自己用 哎 我们来想找一下这个13号也是东北的 对 我也是东北长春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物 因为我真的特别爱洗澡 如果正常的话 每周都会出去洗一次 然后北方的这个搓澡 它是不仅仅是搓澡 比如说放这个 刚才男嘉宾短片里面也提到酒呀 然后现价的果汁啊 像黄瓜汁啊 然后还有这个 但 他们不说就是 洗澡看东北 东北洗澡看沈阳吗 你刚才给我一个重要的提醒 我去了东北N多次 他们说的那些我一样没见过 十倍呗 男嘉宾 你好 虽然我来自长沙 但是我也是个东北人 对 黑龙江的 然后其实我们那边搓澡的 就是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中场是可以休息的 就大家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啊 然后还喝喝饮料啊什么的 说这个喝饮料呀 我去推荐你喝我们的这个 特种冰生榨椰汁 精选东南亚的椰子 用新鲜的椰肉生榨 好喝又健康 15号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之前是特别喜欢玩 《密室逃脱》的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玩这个剧本 但是我还是对这个恐怖本 特别感兴趣 我想知道就是主持人 一般是怎么营造这个恐怖的氛围 首先就是把灯光调暗 然后带的人嗓音要放低沉 然后我们有暗门 会时不时爬出来一个人到你的面前 来全套 冯奎阳 我之前去朋友的剧本店里帮忙 去做做那个NPC 我开始会觉得好有趣 然后结果我真的去试了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里面的人还害怕 我不想吓他们 我只想冲进去抱住他们 那就是吓他们 你突然冲进去抱住他们 还要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立足于你们沈阳东北的文化 做出有东北特色的剧本纱店 比如说一边洗澡一边玩这个剧本 他时间也长 你洗个澡三个多小时 大家一边洗着 一边搓着 一边的角色 你想过 这个多有意思 可以吗 可以 我想过 对啊 等店干起来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对吧 我觉得这是好的思路 就要闯出一条东北剧本纱的 洗澡之路 你可以请孟老师去一下 他又没有东北洗过澡 又没有玩过剧本纱 对 对 你来沈阳的安排 刘畅 男嘉宾 你好 从你出来到现在 我总共激动了三次 第一次是第一眼看到你的样子 然后第二次是你说你是沈阳人的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哈尔滨人嘛 在大连工作 所以每个月都会经过沈阳 所以对沈阳有很深的感情 然后第三个是你说你是剧本店老板 然后我也特别地喜欢 因为我一周基本上有三到四次都是在玩剧本 然后我觉得作为半个老乡的话 我也很支持你 然后想问一下你这么帅 然后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对女生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 比如说如果她会玩剧本的话 会不会更好一些 我喜欢温柔一点 然后善解人意一点的 会玩剧本肯定挺好的 可以来我店里玩 然后我以前在大连工作过一段 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看下一条 有没有关于爱情的剧本 接住 纯天然的长相 接地气的灵魂 大学期间 只有女生迷恋我 我从不下凡 踏实笑话 初次见面 我就立下狂言 一天之内 肯定能追到她 果不其然 一切顺理成章 而且作为女生的她 很快就沦陷在这段爱情里 我帮你打好了 直接拿上楼 早饭帮你买好了 帮你点了外卖 放在宿瓜阿姨那里了 按照爱情能量守红定律来说 在爱情里 一方被照顾久了 另一方付出就多了 总会崩盘 注定悲剧 另一段 让我刻骨铭心的爱情 来得突然 却去得漫长 我们是仲学校友 她在微博上找到我 我们聊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她突然跟我说 要带父母来成都玩 我们约着见了个面 今天没多久 她突然就亲我一下 哎呀妈呀 我瞬间陷入了爱情 她旅行结束后回了沈阳 长久的异地恋 拉开了帷幕 有一次我从成都 飞沈阳回来看她 我看见她喝多了 一个男生牵着她走过来了 我上去牵起她的手 那个男生竟然没有松手 就这样 我们三个手牵手地 走到她家楼下 没想到 那个男的刚走 我女朋友给我打电话 让我上楼 当时我进家门以后 发现她喝酒了嘛 吐得满床满地都是 我心最后表现一把吧 我就把东西都给收拾了 收拾完以后 她就抱着我开始哭啊 一边哭一边喊在前队下面 她妈在旁边说 闺女啊看你这么伤心 没事 妈同意你俩在一起 你喜欢她就去找她 你知道我当时啥感觉吗 这辈子没有这心 碎得八瓣的感觉 这两段感情 让我反思了很多 下次恋爱 一定要遵守 爱情能量守红定律 不能因为一个人 抛弃自己的原则 任何一方的委屈求全 都不会得到 对方的真心实意 爱过的白天神怎样 太好哭了 我想知道 那个姑娘的妈 是有多不喜欢你啊 当你面说那种话 她不是不喜欢我 她是不知道 我俩在一起 因为她不能说 她不说 那你在他们家收拾东西 这些她妈妈没有帮忙吗 我说的是朋友 可能这辈子 我都没想过这场景 仨人 我拉着我对象 我对象拉着别的男的 脑袋一靠 她靠哪边 靠那边 靠那边啊 因为她被那男的牵着起来 她脑袋一直都是自知的 我还跟那男的说我松手 她说为啥松手啊 是贝贝 就她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已经跟她的前任复合了吗 不是 她牵着那个不是她的前任 可能是追她的人 还有第三个呀 对 她心里想的是她那个前任 因为她们在一起时间比较长 牵手的那个是她追她的人 对 是这个意思 她是她女朋友的现任 她女朋友心里想是前任 但牵着她是下一任 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有点多 对 那你当时 当时的想法是不是 是不是特别崩溃 就干得你上来就心都烈巴巴了 对啊 就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受不了了 当时有点受不了 还得硬挺着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有一个前任就是 她不是当着我的面去发展这些事情 就是背地里的 然后被我所有的朋友都看见了 然后最后告诉我的这个事 所以以后你一定要当心 13号 男嘉宾短片里面提到了这个 爱情守恒定律 我想知道 你现在这个守恒定律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吧 两个人就是那句土话说的 就是双向奔赴比较有意义 就不能一个人 你就是我对你再好 你以为我对她无条件的好 全付出给她 她就会喜欢你 不可能就是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还是这句话 所以刚才提到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对你现在的则有什么影响吗 第一段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我可能比较瘦 我比较白 比较帅 那个女生对我比较好 就是把一些我本该做的事她做了 然后遇到下一任就 我当时也比较喜欢她 就是遇到对她比较好 我觉得对上一人比较亏欠吧 还是 比较在了第二个女生 对 20号 男嘉宾 我刚才在你的那个V4里面 听见你说对 是对前女友的一种弥补 所以我就想说 你现在的一个爱情观是 你是因为你前女友当时的这个状态 然后你是为了她而活的 还是说为了你自己现在全新的自己 有一个认真的新的一个态度去活的呢 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态度 因为我选择创业 先把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才能让别人来爱你吗 也是比较俗但比较对 我觉得这句话 不 我觉得不俗 我非常认和你刚才说的那个双向奔赴 因为我觉得正确的爱情 本来就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往前走 我非常认可 来 最后一个问题 21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你那个视频当中有说情感本 你会推荐《爱上白天晨》 这个本是你自己写的吗 没有 没有这个本 但是你可以加入我人生的剧本 所以叫《爱上白天晨》 好想体验一下这个本 这算表白吧 来 现在留灯的是5号 6号 20号 21号 上去灭的两展灯回来 squ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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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和二十一 留一个 再冲赵一鸣鞠了一下宫 赵一鸣紧张得不行 有请六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 我们看一下男嘉宾的心中女生 冯昀阳 看一下制推 好 经过大数据的测算 白天晨的制推女生是 吃好醋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晨 为你揭晓制推女生 唐玉慧 11号 男生性格温暖随和 感性浪漫 行动力强 喜欢体验 生活中也喜欢与他人一起行动 活力满满 热爱美食 也有自己的圈子 女生性格含蓄 内敛 气质 优雅 甜静 善于倾听 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热爱生活 独立自主 乐于助人 两人行动力强 爱运动有活力 是一对相互照顾 点滴过程幸福的爱侣 共两位参加 好 我们来看四个女生的 三个关键词 赵一鸣 一 这样的你请走开 二 都是我心态软 三 你不知道的我 选一个 你不知道的我吧 三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个人觉得目标感会比较强 酷爱运动 对东北女孩来说 一定是滑雪了 背包 相机 目的地 下一站我不告诉你 来看看我拍的游客照吧 有些文艺又爱好广泛的我 希望在这里可以遇到 那个有趣的灵魂 对 冯奎阳齐女子最浪漫的事不复书 那齐女子 我特别爱吃也特别能吃白米饭 是没菜没酱料都能相同喷的淡掉两大碗 还防止不胖的其母子 真的能吃的可是真的不胖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唐玉慧 我要的幸福 奇妙体质 最大的爱好 最大的爱好吧 是迟到 哈喽 今天带大家体验下 我最喜欢的运动 亚马路 如果没有人来打扰 我可以走一整天 这样走街串巷 发觉有趣的小事物 会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满足感 好 余杰 相互的安全感 想和你做的是我的爱好 相互的安全感 一 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 和另一半建立相互的安全感 彼此信任 相互陪伴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问题 如果互相吵架 你们觉得最舒服 给台阶下的方式是什么 21号 我给对方的一个台阶 也可能就是我发一条朋友圈 或者我去你的朋友圈 点个赞 给一个评论 谢谢 我是那种 假如我们吵架了 我先想是谁错了 假如是我错了的话 我可能一开始不会道歉 我会想 我给你送点吃的呀 假如还是哄不好的话 我可能会对不起 11号 11号 我会说我饿了 要一起去吃饭吗 谢谢 余杰 我还是该干嘛干嘛 然后保持我的状态 比如说我该对你好 还是对你好 为你做饭 还是为你做饭 我虽然表面省不踩你 但是我还是继续做着 和以前一样的事情 好 谢谢 你要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两边的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名 一个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事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 恭喜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龙马奔腾 我看他的第一眼就是 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要温柔的男生 所以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 你是我想要的那种 因为我看他的短片 他非常喜欢运动 我也特别喜欢 而且他喜欢旅行啊 这些我都很喜欢 而且刚才他在台上提到了 他想加入我人生的剧本 所以就欢迎你加入我人生的剧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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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法现在好像是 小女生们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 对 点赞对女孩来说 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는 breaks beneath 很好 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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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iety 你的好轻 Cos if you want 你们有个力量 凌浇哥 表现出ảo 能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出门的时候 可以背包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女生的包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像那个机器猫的 那个多维口袋一样 就什么东西 都可以从里面拿出来 12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平时出门的话会带包 但是我的包都比较小 就不像你说的那个 东南阿姆的包什么都有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带两个包你看行不行 就是一个我自己 装饰自己的包 另外一个包 里面放很多东西 但这个包需要你来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可以去帮拿背包 对 你带一个小包包 美美的小胯袋 一个蛇皮袋大大的 里面放了 够一个月用的东西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希望 他自己带着这个包包 就是因为有一次 我那个出门的时候 然后我有点那个奶茶 然后现在就是外卖 可能不会配送这些餐具 之类的东西 然后那个奶茶 那个风盖又很难打开 然后我就不知道 怎么弄的时候 然后我的那个朋友 就从包里面 掏出来一根吸管 然后我就很顺利地 喝到了这个奶茶 所以你是非常希望 女孩子的包里面 有很多神奇的小东西 能在去校的时候用上去 对 你会发现 就是情侣出去玩的时候 有些女生说 我这个水什么的 你帮我拿吧 然后男生就放他包里了 有些男生是反过来的 就说我这个墨镜什么的 跟你那儿吧 我就不用拿包了 就是这个谁拿包 其实是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的 也是一种仪式 或者是一种寓意 就是谁愿意为对方 多考虑一些 其实他刚才两个诉求指向 还是很明确的 一个是细心 还有第二点 他比较有点期待小惊喜 就他如果这个女生 稍微惊了一年 稍微突然一遍 他怎么还有这个 就那一下 在他心里 他也觉得是加分项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就是大家用 你出门是不是要骑骆驼 这种话来打趣我 开我的玩笑 你是哪里人 我是甘肃人 也是西北人 就是大家好像早几年以前 对西北的了解 不是很深刻 他们那种固有的那种刻板印象 可能还是那种 就是黄土高坡 然后沙漠 戈壁什么的 你这个不是特别强烈 说到甘肃 问你骑不骑骆驼的人不多 你只要说内蒙都问你骑不骑马上班 对 4号 我觉得男嘉宾对于这种 可能是不希望人们 对于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固有印象 而去进行打趣 因为我老家是浙江温州的 只要一有人听到我是温州人 他们就会问我 你们浙江温州皮革厂真的倒闭了吗 浙江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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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有代表了 因为我是内蒙古的 然后我当时是在南方上的大学 我的同学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射箭技术不好 所以考到了这个学校 然后我说是的 我射箭技术不太好 我们考的就是文准远 北大清华是最远的 然后我眼睛近视 我就一摸黑 我就把自己射这儿来了 然后他紧接着他又问我 内蒙是不是跟西藏挨着的 他的地理课是体育老师教的 是吧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小地球仪 因为大的不值 我就说姐们儿 世界这么大 你真的应该去多看看 直妹呗 就我也是在南方读的书 但是我是东北的 也是黑龙江的 我南方的小伙伴 他从小学一直问到初中 就是你们家是不是一直睡炕 一直底下有个火炉 然后上面烤烤烤烤烤 你是不是睡炕 然后你们那个炕上 是不是之前经常敷小筋 就那个鸡蛋 放那个炕上 然后那个小筋 就从那个鸡蛋那个破壳放出来 然后白天敷小筋 晚上你们就在那个炕上 再换一双被子睡觉 就老问我这个问题 他是看了什么纪录片 或者动画片吗 15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你 就是有没有骑过骆驼 因为我是内蒙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骑过马 有 我有骑过骆驼 但我骑骆驼 也不是就是交通出行去骑骆驼 也是在旅游景点 去骑的那种骆驼 骆驼不是他们的通勤工具 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所以也希望大家年轻人 多读读书 多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增加一些知识 增加一些阅历 增加一些见识 好的 我们来看片子吧 有一种音乐 硬核 高能 热血 我是许瑶 一名职业电音制作人 但是我和那些百万修音师 性质不一样 我不修人生 只修已成的音乐 会把一些当下主流的流行歌曲 remix成电子音乐的形式 虽然电音是最近几年 才成为流行 但其实国内最早的电音 是33年前的《红沫娃》 我呢 也会把一些经典老歌 做成电音版 我也会去教学打碟 我比普通的表演者 还多一下技能 我可以一边打碟 一边演绎经典的歌曲 唱得还行 其实是因为 我是计阅课班出身 但是我有重度的舞台 有一个证 一上台就卸策了 我觉得孝顺这个事情 一定是第一位的 而比起父母 我更加注重爷爷奶奶辈的亲人 我曾经用自己的第一份工资 和91岁的爷爷 一起策划了一场 给奶奶的浪漫爱情表白 奶奶非常感动 我在看到了爷爷奶奶 这么感动之后 心里蛮遗憾的 因为自己的老爷 很早就去世了 这件事是自己无能为力的 也无法弥补 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 一个相濡以沫 陪伴一生的人 7号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看你是音乐制作人 然后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您唱歌好听吗 我唱歌其实还可以 来一首 但是我刚才那个 VCR里面不是放的 我有舞台恐惧症 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想 喜欢一个女孩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当时学校在举办一个唱歌比赛 我就说那我想说她在台下坐着 我想给她唱首歌 然后我当时的脑海里面的幻想 就是我在台上很深情地给她唱歌 然后看她的双眼 然后她也很深情地回望着我 然后最后能俘获她的芳心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帮我女生参加了 然后反正就唱得很差的 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看我的眼神 她那个眼神里面独白应该是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不认识你 就这种 对 社会性死亡 对对对 社会性死亡 我给你分享一个 我的社会性死亡的现场 也许对你能宽慰到底 我在国内勉强算得上一个著名主持人 有一年特别大型的跨年演唱会 舞台特别酷炫 三个主持人往那里一站 我是结尾的那一句 说完之后这边灯光一收 第一个出来的艺人开始唱歌 我就要转场到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里我现在的这个舞台 这个区域大约得有四五十米远 舞台特别大体育馆那种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知道什么叫狗吃屎吗 我迈出的第一步 啪地摔在地上 那个话筒摔出去得有二十米远 现场那一排周边几百个观众 是目睹了那个社会性死亡的现场 后来呢 后来爬起来继续往那边跑 等我下一段 这个第一首歌唱完了开场的 我跑去说话的时候 想问他一下 观众们的手是这样的 没事 比起你看 比起你看到那个你喜欢的妹子 两眼放空 这更丢人吧 三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因为您也是一个做电子音乐的 然后电子音乐的话 就是比较躁嘛 那你像你平常生活中的话 你是偏动一点 还是偏静一点 我其实我的性格 是比较偏静一点的 有音乐想起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会调动你的那个情绪 然后去跟着音乐去晃动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 就会比较平静一点 其实电子音乐出现的一个很早了 对 它在国内其实出现的很早 非常早 有些老的那些电视剧里边也有这种 对 就是在西游记的那个片尾曲里面 有的声音 有那个 叮叮叮的那个声音 其实就是电子音乐 就这个吧 是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是一种电子音乐的元素 但是不能称它为是完整的电子音乐 五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刚刚在VCR里说 有给爷爷奶奶过生日是吧 对 不是过生日 是为他们策划了一场 就是婚礼 也不是婚礼 告白 浪漫告白 对 然后我想分享一些我的事情 今天这个日子 对我来说还挺特殊的 因为是我奶奶的生日了 但是我去年的时候 我奶奶在我身边突然离世了 对 然后我是从九个月到高二 都是奶奶养大的 其实我本身是不太喜欢 说自己的事情的人 就比较喜欢自己压着的人 但是 以前我就很喜欢 唱歌啊表演啊什么 然后奶奶就说 什么时候能在电视上 看到我的孙女 然后 我想说 在天上奶奶看到了 我很好 24号 因为我也是奶奶带大的 然后在上个月 我就带她去北京玩了一趟 带她去逛了故宫 然后去看了天安门 然后昨天还给我打电话 她说 哎呀 看到你上《非诚勿扰》了 我天天都在看你 然后我想说啊 就是非常欣赏男嘉宾 这样很温暖的人啊 就是我也想找一个 就是一定要对老人家好 然后你愿意去 花时间陪伴她的人 谢谢 谢谢两位女嘉宾的分享 有全家福的照片 让狗不看一下吗 是吧 中间是 中间是爷爷和奶奶 爷爷奶奶是吧 那个穿白毛衣的 那个是我小时候 这已经到了长大了 看对对对 画面的右下角 右下角是 对对 右下角是我 日子过好了 一看日子就过好了 穿的衣服啊 精神状态啊 身体还不错到现在为止 13号 好喜欢看别人家的全家福 我感觉好温暖 然后想问男嘉宾的是 因为从短片里看 男嘉宾很孝顺 那是因为父母 对他的父母 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会感染到你吗 对 当然 其实我觉得 就是小孩子长大之后 所有的言行举止也好 或者为人处事也好 一定是跟父母在学习 就是父母其实是你人生中 最好的老师吧 对 他的言行举止 就是非常重要 他能感染你一辈子 看下一条 初恋的感觉很朦胧 我们在一起 一个月就异地恋 隔了700公里 有一次假期 我们本来约好了见面 结果他却变卦没有赴约 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 接到女生 不小心拨过来的电话 竟然听到女生 在和男生说话的声音 下午的时候 终于联系上了女孩 她对于没有赴约的理由 我竟然是 前一阵子我心脏病发了 就得住院了 而她对于电话里 男人的声音的解释是 她当时在上早自习 可是当时在放假 我真的非常生气 也说了很多男朋友话 也许女生也认为 这个谎言圆不了 但跟我提了分手 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听不得 别人对我撒谎了 后来呢 我又认识一个女生 经常会给我送早餐 还会约我出去玩 故意制造一些巧合 假装跟我偶遇 我没有给过她 明确的回复 就是希望她可以 知难而退 可惜她一直都是 不配反省 某一天 她叫我去天台 而且做了很多的 易拉宝 然后她捧着一个 礼盒送给我 里面写的都是 她这些年来 喜欢我的心路一种 其实我当时 马上意识到了 她的心意 但我真的做不到 因为感动在一起 她确实不是 是我喜欢的内心 所以我只能选择委婉的拒绝 我是一个对待感情 不将就的人 希望未来能有一段 始于一见钟情 守于日久生情的恋爱 16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后面那个女生 你对她没有感觉的话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跟她说呢 就一定要等到 她这么隆重地 去跟你告白的时候 你再去拒绝她 我其实她 慢慢对我表现出来 这种有好感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明确地 告诉过她了 我就跟她说过 我们可能不合适 但是她给我的就是回答 就是说 我喜欢你是我的 是我的自由 我想对你好 是我的自由 那你没有必要给我一些 什么确定的答复 对 最后一次跟我说 她希望我能给她一个机会 让我跟她在一起 一个月也可以 最后我还是没答应她 因为我觉得 她虽然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有的东西 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 但是我觉得 男女之间那种感情 我真的没有 我觉得我不能因为感动 而跟她在一起吧 这样对她也不公平 其实这是一个 人之常情在生活中 其实大多数人是知道 应该怎么处理的 比如说我感觉到了一个女生 对我的好感 但人也没给你表白 人也没说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你那个时候做出过分的 那种拒绝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我们感受到别人好感 你朦胧地意识到的时候 其实是慢慢地 可以把那个距离 稍稍地放开一点 4号 请问男嘉宾觉得 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 性格方面是互补更好 还是相似更好 我觉得相似吧 好 谢谢 4号 你希望的答案是 因为她的性格是好敬的 但我是好动的 如果是相似的话 她希望有一个好敬的女朋友 那么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所以我就灭灯了 但是你灭灯的那个表情 显得特别地决绝的那种样子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在片子里面说 接受不了谎言 那如果是那种善意的谎言 但是被你发现了 善意的谎言是可以的 对于我来说 我的谎言的界定是那种 是真的是去骗你的那种 这个你既然说到了 可以多说两句 我觉得谎言 我们可以分个层级的话 至少可以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欺骗性质 欺骗就一定要达到某种目的 总要通过欺骗的手段 获得点什么利益 这种欺骗是明显带有 主观故意的 第二种所谓的谎言就是 你只要说的事情 和事实真相不符 董水 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了 吃了 吃了 明明没有吃 她也属于某种意识 你也可以说谎言 但是她这个没有主观故意 也没有想达到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 20号 我会喜欢就是说出去 骑上车兜风 然后会去偶尔想要去参加一些 有刺激 有一点冒险的这种小活动 那么你会不会就是说 去迎合 去配合对方 这一点小小的爱好 会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尊重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对方希望你陪他做一些 在恋爱里面他希望做到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去陪伴他 所以你能接受骑机车这种运动吗 可以 可以是吗 可以做我的挡泥板是不是 我 他没懂 就是我带着你 你在后面迎着溅起来的泥 就叫挡泥板 我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非要骑的话 还是我带你比较好一点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来 现在留灯的是20号 来 看一下制推女生 我们来看一下许阳的制推女生是 吃好醋 选恒顺 恒顺相处六年尘 为你揭晓制推女生 胡俊贤 12号 男生性格勇敢自信 慷慨大方 率真仗义 喜欢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感情中在意于另外一半的互动 情感与连接 喜欢陪伴 而女生的性格单纯直率 乐于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女生在感情中更在意 对方对自己的态度 两人都喜欢情感的深度 相互联接 相互陪伴的感觉 都喜欢精致有品味的生活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你们在生活中 或者在之前的感情中 就是说过的 最为难的一次谎话是什么 她们对别人说的 最为难的一次谎话 对 12号 我不喜欢你了 就是 对 当时就是闹脾气嘛 就我还是喜欢她的 然后我当时说 我不喜欢你了 这是一个悲伤的谎话 20号 就是说我真的没事 就是当别人 就是其实明明自己心里面 已经非常难受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方 是想要来帮助你的时候 我还是会去耗面子地说 我真的没事 你不用管我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我还是自己走吧 我还是自己走吧 首先很感谢20号女嘉宾 然后最后为我留灯 但是我感觉可能 她在舞台上问我那些问题 包括她在舞台上的那些表现 我觉得我俩可能不是很合适 我觉得她 她的性格可能更活泼一点吧 然后更外向一点 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安静一点的女孩 来陪伴我 这样 你看她最后在意的还是这个 听没听那个细节 那个女生骗她的那个谎言 多么低级 说心脏病犯了 这种对男生的刺激其实挺大的 不是欺骗了 她加上了羞辱 对 我刚才还在琢磨这个词 所以她受到的这种刺激 其实是超过了被欺骗本身 所以她才对这种下一段感觉 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被感情伤害过 从此就开始更在意 更胆小 更害怕 这是一个好的心态吗 她是个必然的心态 显然不好 但她接下来需要一段 强安全感的关系 把心里这段疗愈弥合了 然后再可能走入一个 平衡的关系了 我们的成长 有些是通过外力 有人引领着我们成长 有的是被社会 被环境让我们成长 有的是自我成长 但是看你是什么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 会改变我们自己 对方不要再遇到问题 第一时间就找我哭诉 你让女人觉得好像是 不要来烦我的感觉 我是男人听得都男人 老师 我也想爆灯 看男嘉宾真的蛮行的 我想醉在你怀里 大儿喝不了多少 当跟你喝 我千杯不打 我从来没见过 你除了我会想爆灯 我从来没见过